哈喽,八点钟,我们准时的开始了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邀请到一位亚男 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以及他周围的亚男爸小们的经历 来告诉女生们 他们这一类人究竟是怎么养成的 他们在想什么 今天我们请到的亚男是X先生 他非常好玩 因为他读过蛮多我的公众号文章 然后他自己说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亚男 事实上也是这样 他是出生于一线城市 是三代土著 还不是说第二代土著 他们是三代 然后家里都是非常体面的 从事非常体面工作的长辈 然后从小从小受的教育也非常OK 然后X先生呢 身高一米八多 长上也很英俊 学历非常好 工作也非常好 各个方面都非常得好 亲身认证啊 所以说这样的亚男 他来讲自己的故事的话 我觉得会比我以前在公众号上剖析 要更加的有真实感 大家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就是今天的嘉宾 具体叫什么就不告诉大家了 就叫我X先生就好 那感谢娟刚才给我的介绍啊 这个之前确实也是一直看娟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同时呢 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吧 他突然跟我说 哎你就是那个花神庙里面写的那种亚男 然后还把那个文章推送给我 哎我一看还觉得真的就是 而且当时那篇文章 大家也可以拿回来再复习一下 就是那个 叫亚男一线城市的链声赢家 这个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还在看了看 这个真的是跟我挺像的 这个就大概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吧 然后跟娟见过 这个我觉得娟刚才形容的算是比较 很贴切点 就是奶奶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均 就是平均到呢 你好像看不出来我有什么短板 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 你说从我的家事学历 个人形象谈吐 以及包括我现在的工作 是在一个全国头部的金融机构 然后一个挺好的行业里面的核心部门 然后包括呢 在这边已经工作很多年 领导都很喜欢我也很器重我 那一年工作下来的话 所有的收入税后就将近70万吧 就大概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家里面呢 在这个一线城市的核心城区 有两套三居室的房子 各自都差不多是140平米左右 家庭的净资产大概是在3000万吧 然后我自己的名下可能有个小200多万的一个贷款 然后现在还款也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自己开一辆90万左右的车 对就是工作呢 也是比较忙的 就是比较充实吧 然后出去接触的人层次 我觉得也都算比较高 也是跟金融行业里面的人打交道比较多吧 然后对就是像娟说的 好像什么什么地方都很好 然后就看不出来哪里有不好 就是说能拿出来说事的那种不好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但是啊 这个我觉得之所以我还能自称亚男的话呢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就是现在因为我也是8585年以后的嘛 就是社会阅历也是稍微有了一些了 那其实我看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以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 那所谓的亚男呢 刚才我说的其实我 我相信大家听起来应该都是一些很好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就看一看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对我的生活还是不是很满意的 那我是怎么认识这件事情的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 所以呢 刚才就是娟引入的这个 关于亚男心态的养成 我觉得与其说心态是养成的 不如说我这个状态其实是被我家庭养成的 我的我的祖辈其实就是读书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说亚的话 那应该从从我第三代就是我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代就开始了 他们四个都是读书人 那在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学历最低的一个是 是初中 是是初中 然后学历高的呢 是高中和大专 就是长辈那一辈 其实再往前数的话 那都是 可能也是城里面是有名号的人物吧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打仗的原因 那家里面的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没落了 然后当时新中国成立相当于曾经的一些辉煌啊 那个时候就不说了 家里面包括在城里面都有宅子什么的 便是日军侵华 然后也包括这个新中国成立的那段时间 就反正一点点的就破落了 就也基本上应了家族圣机必衰的那种 那种道理吧 然后小的时候 家里面就对我的学习就特别的重视 就就写挺夸张的那种重视吧 然后祖辈就是主要是培养我学习这方面 然后因为父母那个时候工作相对都有点忙 然后对就上学就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雅呢 其实更多的是被管束出来的 就是家里面对我的这个要求一直都很严格 所以不太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觉得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在这里 但是你不做出格的事情呢 好处就是你很少会犯错误 所以我从读书到工作来讲 基本上是没有吃过什么亏 走过什么弯路 就读书成绩一直都很好 然后工作就直接进了头部的那种大型的金融央企 然后一开始时候跟了一个不太靠谱的领导 但是过了几年也就就换了一个团队 也就很不错了 其实我还仔细想一想 我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不然的话就是如果真的人生是太顺了的话 你就是你总有一天要摔一个跟头 而如果你摔这个跟头的时候是你比较成熟了以后 或者说年纪大了 那个时候你犯错误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也是现在我发现就是亚这个东西带给我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就是当你没有犯过太多的错误吧 你就不会积累太多的那种所谓的社会经验 我身边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同事就是很社会的那种 就是你说拉关系啊喝酒啊私底上做一些利益交换啊什么的 但是我的成长环境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正 就这种东西真的之前连听都没听说过 然后当它真正的发生在我身边 甚至于说这些人开始用一些手段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呢 就是是有点手足无措的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真正的发现了就是亚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没有犯过太多的错误吃过亏 所以在那种生命力上 大家注意这个词啊生命力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生命力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是对于男人啊 而且是在两性交往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两性交往的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说 我先说在生活里面 它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说啊 我说我承认就是当我看到了那些很有生命力的男人 然后当他不在意那些成本或者风险的去争取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真的是风险和收益真的是成正比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你说我再争取我还能争取到什么样子呢 我也看过很多高层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 其实是很痛苦的 他们在那种利益的纠葛里面身不由己 他们可能目的就是让他的孩子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 他们才会去那样的努力 那我有时候就会想那我再往那个里面冲 有这个必要吗 然后身边的就是我的朋友们很多其实也是类似的样子 当然很多也是跟我一样是土著啊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会整天想的说哎你那边有点什么事 咱们存一个局 然后去多赚点钱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的房子呢 基本上也都是在市中心的 然后也差不多都至少150平这个样子 然后家里面呢 父母都是很有文化水平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 就跟那种顶级豪门的家里还不太一样 那种顶级豪门可能对孩子控制还比较那个强 但是我们这种的父母呢 对孩子也都很宽容 所以就生活的就很 就很平淡 但是这种平淡里面呢 可能又是很多人 或者说见过风浪的人 他们所追求的 对我觉得娟说的这个摧枯拉朽一般的生命力啊 我觉得在我这边呢 我一方面我很羡慕他 因为真的就是那种很 大家也知道这种说真的会至少说很吸引姑娘嘛 对吧 但是反过来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行业呢 也是跟很多的这种有钱人打交道 真的我看到的一点呢 就是很多的人其实十年就会换一批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有生命力的人呢 其实看到的都是有幸存者偏差的 就是他现在可能是留在这个舞台上 过了几年他可能就下去了 然后就换了一批 又摧枯拉朽一般生命力的人上来 所以就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以后呢 就是像我们这一圈的人就会想 就是那我追求这些所要付出的风险 我是有很多可以输得掉的 他不像很多人 他是没有什么东西 他没什么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讲 如果还是要说优势的话呢 就是无论是我的家庭也好 或者说我的家庭给我的这些培养 使得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和赚钱的能力等等 好处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容错的空间 就是我再差 说实话也差不到哪去 再跌落谷底呢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概念 那如果有了之前的这些底子呢 反弹起来比很多人会容易很多 那其他的如果说条件弱一点呢 他其实我觉得可能能力啊等等的 不一定非得说要比我差 但是有一点他对于那种失败的抗性 其实是会弱很多 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底气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也才会有这种 所谓的优雅的这种状态 那我就接下来说一下 就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的 就是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 就是也是我身边圈子里的人 那首先呢 我有一个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八九年的朋友 那他也是一米八 差不多是75公斤 也是家里面是多代的土著 他是在一个大的银行的总行的实权部门 然后他父亲呢 也是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的实权领导 那北京也是有很多套房 他现在呢是已经结婚了 而且这个人长得特别帅真的特别特别帅 人也特别好 也是特别雅的那种 然后他呢是跟他老婆中学就认识了 相恋了差不多都有七年左右结婚 很平淡 那虽然说他是妥妥的一个 你说二代也好或怎么样也好 但是表现出来的就特别的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呢 家里面这个朋友呢 也是一个这个算是老土著 然后他住的也是一个核心城区的老房子 甚至于我上次见他好像他还说跟他爸妈一块住 家里有别的房子 但是好像还是愿意跟爸妈待着 一米八五八十公斤 稍微胖一点 也是这个人未婚长得呢也很帅 篮球打得特别好 钱呢差不多一年到手至少一百万 差不多也都有一百五十万吧 但是他在感情上就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我就觉得之前很多人会说你是不是gay 但是现在我们确认啊 这真的是不是 但是呢就是你看他的时候呢 永远就是很佛系 然后充其量这种拼杀的时候 就是出去喝喝酒 但是你说他 对你说他非得要争个什么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出来 然后这个第三个朋友呢 他是年纪大一点 他已经38岁了 也结了婚 有了两个孩子 他呢是 这种省部级干部家庭的孩子 然后这个长得一般 身高差不多就一米七多吧 然后体重70公斤左右 那娶了一个工作上很强势的一个姑娘 然后长得也一般 但是那个姑娘的能力真的很强 手段也特别狠 之前呢用很强的手段 把他们部门里面一个 就是我这个朋友的推荐过来的人 然后就给挤走了 就连自己老公的面子都不卖的这种 就真的是为了工作 然后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 他就整天的就叹气 反正说孩子也都生了 你也不可能离婚 但是就相当于是被这个姑娘吃的死死吧 而且这个姑娘又利用他们的家庭 但是反过来也对他照顾的至少在经济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第四位 他也是身高差不多一米八三左右 体重75公斤吧 对我这么一看 这些人好像身高体重都差不多 也是一个一线的金融机构 女朋友呢 谈的也不多 现在也是单身 工作上压力也不小 但是周围的人呢 其实看着 我跟他应该蛮像的 大家就都挺羡慕我们这种状态的 那最近呢 说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但是就是接触了一段时间 因为对方太作了 然后就就分开了 然后之前的那个女朋友呢 是更漂亮的一个那种大美女 就是就像娟写的那个亚南 那个文章里面的那个是个大美女 但是背景呢 比较差 就也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受不了了 然后最后就分手了 然后他现在呢 也比较着急这种 结婚恋爱的这个问题 第五个朋友 他这个外形稍微弱一点 差不多一米七三的身高 体重差不多六十多公斤吧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南方的一个身材 家里面是南方的这个 省部级的实权的一个家庭 自己呢也是很低调 工作的上 上面呢就特别的努力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 就是你看他的那种 男性的那种 你说像我们其他的几个 对吧 可能说还打打球啊 那种体育比较强 他呢这方面都弱一点 然后他现在结婚了 但是没有孩子 是85年的 然后娶了一个学历很高 然后也很 就是人一看就特别好 但是也不是很惊艳的那么的一个女生当老婆 然后最后一个就差不多第六个朋友吧 那也是也是身高一米八 七十公斤左右 然后前一任呢是一个超级大美女 这个而且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 他自己家里面呢也是一个实权的这种官二代 在美国应该是读到了博士 从小呢就家里面管束也特别的强 但是呢这个 他就是被家里面可能管得太强了 就甚至于有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所取得的这些成就 有多少是来源于他自己的 所以他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呢 就很没有自信 总想着让家里安排 但是他当时那个女朋友甚至还鼓励他 说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工作 但是他就是不想 就想等家里安排 结果最后硬生生的把这个大美女给拖走了 这个大美女就 之前我们也认识 他反正就说真的是感觉到这个人生命力太差了 所以综合上来看啊 就是我可能还 当时我看了也是看了娟的那个文章 我觉得我还总结了一下 就是亚南吧 他一定是家里面的条件 不仅是经济条件 而且特别是这种读书和做学问的条件特别好 就大家有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亚南仅仅是根据这个家里面的经济条件来分的 实际上从我的来角度来讲 区分亚南最核心的一点 其实是家里面对于读书的态度 而且他不是夜宫好龙的那种态度 是父母 至少是父母一辈就会很在意读书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亚南走上社会了以后呢 就是非常的正 他不会想着说 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什么人 其实就像读书人的那种 你说迂腐也好 或者愚忠也好 不是很在意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其实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自我认识呢 就是其实我们这种所谓的亚南是吃了时代的红利的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对人的审美啊 无论男女其实都是有一个轮动效应的 比如说唐朝的时候以胖为美 那咱们现在呢 好像又说喜欢苗条的姑娘 那男人呢也一样 其实在战乱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喜欢像张飞那样的猛男 就是那种能杀人啊 能这个杀人越货的这种 就是很有生命力的这种 但是你在这种盛世呢 大家就会发现 特别是到中产阶级 他会觉得我冒那个风险 包括我去催眉折腰视权柜啊等等的 就是我赚来的那些东西 并不一定能提高多少我的生活质量 但如果说像我们这样的 反而让大家觉得挺踏实挺安稳 因为其实下限非常的高 上限呢其实也不低 所以这样的话 反而在现在这个太平盛世会好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些 就是娟刚才讲到的 之前娟还要写过文章 有青龙男等等概念 其实我对这个概念很有兴趣 我之前观察了一下 就是亚男其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其实严格来说 他的家族是在走下坡路的 就是他的这种生命力 其实是在这种被抑制 是因为家族走下坡路 因为家族见到了很多的那种不好的事情 对于风险的那种厌恶导致了 可能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状态呢 如果碰到了一个太平盛世 这种速度会减缓 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 如果我能再这样继续稳下去的话 我之后的生活和包括我下一代的生活 有可能再会起来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在意的读书啊 包括接人待物的方式 恰恰是我们所擅长的 我们不用再从零开始了 这种亚男和小资男 还有青龙男啊 我们有的时候说怎么样去分辨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看的是 他家族的发展方向 那青龙男呢 我觉得就是逆袭成功的那种草根英雄 他因为承担了风险而获得了收益 他认为承担风险是好的 所以你不要看他可能现在还年轻 三十多岁 比如说他有一万山家 你放心他还会再继续承担风险 因为他的过往经历告诉他 承担风险是有益处的 但是对于亚男来讲呢 家族可能就告诉他 我们其实是在什么 说真的亚男的家族 应该是在走下坡路的 因为长辈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虽然说还没有阶级真正的滑落 但是已经对风险很厌恶 所以才会对孩子们严加管束 这种严加管束呢 其实就是把生命力给扼杀了 说真的有的时候 我想我的小时候 其实小的时候好像还蛮青龙的 但是当时家里面就觉得 你如果不好好学习 你就不行怎么怎么样 就其实我觉得是把我很多的那种拼杀的力量给遏制住了 然后反过来你说小资男呢 小资男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家族和青龙男一样 他家族是在走上升的 但是呢 他的上升的曲线没有青龙男那么陡 所以说呢 他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呢 他很感恩于自己现在所处的阶级 他也愿意冒一些风险 但是但是他不会像青龙男之前 因为承担风险获得了那么大的收益 所以他的风险偏好不会那么的高 所以这三者最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亚男和其他二者的最大的区别 其实就是家族发展的一个曲线 真的是我 我真的要承认啊 其实如果非得要横向来比的话 我的祖辈和我的父辈 以及我这一代 这样横向的比较起来 其实我们都是在走下坡路的 但是好的一点呢 就是现在的社会阶起相对固化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再往下掉 应该是也掉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你会看到亚男 他不像一些小资男 或者一些很顽固子弟一样 他不学武术 正因为我们可能读了比较多的书 我们非常的知道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一定会阶级滑落 但我们一方面努力呢 又一方面不像青龙男那种 愿意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和工作的压力 所以呢 我们的成长曲线 我觉得也是相对平缓 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波动 那说到这边以后 因为我还是单身啊 然后之前我也是谈过几次恋爱 然后也和很多的姑娘接触过 我觉得其他的人其实我没有问过 但是我这边的话 我也总结了一下 包括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会 就是像亚男这样的人 应该会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吧 就是我们也说一下 这个会被什么样的姑娘所吸引啊 这个我们我觉得也要分阶段看 比如说我刚才那个第一个朋友 那他呢 其实就是中学的时候就被他的老婆搞定了 其实也不是搞定 他们就是两情相悦 两家也都很早就认识 所以顺理成章就结婚了 那其他几个我觉得跟我挺像的呢 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 在婚恋市场上应该还是蛮有市场 因为最大的一个优势呢 其实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短板 你说从外表 谈吐 工作 学历 履历 家庭 等等各个方面 包括自己的爱好等等的 就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那种书里面写的那种 好男人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他真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就听起来好像择偶的余地很大 但是好像又为什么一直不安定下来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什么短板的话 但反过来你也会看到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东西 而且呢 我们也会知道很多真的是运气好 就生在了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而且还不是或者说还不是那么好的家庭 否则的话 我觉得可能像王思聪那样的话 大家也知道他 他肯定就不会成为所谓的亚男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有的时候说真的啊 也不是特别自信 因为之前说真的没有吃过太多的亏 本能上呢 也知道社会经验不足 你要是真的想承担更高的风险呢 有些风险还真不一定hold得住 所以说呢 这个没有大家看起来那么自信啊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挺自信的 但是心态上也很知道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吃了家里的红利 所以说这个虽然有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啊 但是我说一下我之前被什么样的姑娘吸引过 因为我的外表还是还是可以的 这个身材也特别好 所以我其实之前基本上都是会被大美女所吸引 但是这个大美女吧 她还真的是不能说家里面就是那种家庭 家财万贯 然后特别顽固子弟那种 就是你换位成男的这边来说呢 就是比较那种顽固子子弟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就不雅了 你明白吧 就是她会觉得你是不是帮打款啊 或者什么 就会觉得很没有意思 但是呢 你肯定也是很漂亮 那之前大家也刚才听到我有那个朋友 她就是被一个大美女所吸引 但是那个美女呢 甚至于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然后那个人还纠结了好长时间 最后才分手 当时我们都笑她 说你这种你也不可能跟她结婚 你还跟她在一起怎么样 但是她真的就是会被那样的人所吸引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之前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大美女 但是她呢 就是我觉得家是什么 除了有一点她父母离异 其他的我觉得真的都是 比如说像顶级院校的博士 校花 事业单位 然后当然年龄的话呢 就比我只小了一岁多 这个年龄算是一个短板吧 但是其他的方面都特别的好 但是就一点她就是父母离异 后来分手以后 我妈还笑话 我说你看你之前交往过的女朋友 好像或多或少 都有点这种家庭情感上的问题 然后那一次我突然间有种感觉 哎 好像是哈 我好像多多少少都会被这样一种有点 有点硬伤的姑娘所吸引到 这个这一点我发现了以后就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在这我也要感谢娟啊 这个上回我们在上海见面吃饭的时候 娟还帮了我一把 当时其实有一个就是也是条件特别好的一个姑娘 是是是想跟我在一起 但是最后直接被娟定义了 那个人就是个老女 就是其实我大概也能分辨出来一些 但是呢 在此情此情之下 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抵抗力 差一点就沦陷进去 或者说我却已经沦陷进去了 但是真的是居然帮我分析 一阵见血的分析了一些特点了以后 我一身冷汗赶紧上岸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反过来说啊 就是这种你没有多少社会阅历 或者说你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社会的丑恶的话呢 真的是会出问题 就是你如果我当时没有居然来这样帮助我的话 很有可能就就直接一个老女上岸了 那他看上我的我非常清楚是什么 那我看上他的或者他吸引我的什么呢 我要说其实就是我们所欠缺的那种生命力 所以你们会看啊 这个真的是缺什么要什么 就是我刚才我说我那个朋友就说找一个大美女 甚至于说这个工作都没有的这种 就是这样的姑娘也是有生命力的 她非常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美毛变现 那我之前接触的这个姑娘呢 她不仅长得很好看 甚至于她自己可以去做白手套 去做一些大佬的这个前客 就是白手套嘛 就是她的那种生命力 真的是我所没有的 所以我后来总结了一下 就是可能雅南会什么呢 雅南会喜欢的这种女人呢 就是首先她有极为突出的优势 同时呢 也也应该她要有一些硬伤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硬伤的话 我觉得以雅南这样的一个度量的话 她可能很难自信能hold得住这样的姑娘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属于我们这帮人里面比较理性的 就其他的一些可能还在跟姑娘那 大美女那里就是犯迷糊呢 但是我经历了这一次 我很快我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的时间窗口 也不是那么多 我工作也很忙 也有很多的正事要做 但是我确实是要说的 就是我更加的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一点 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力的这种渴求啊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说实话 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 我现在从我这个很舒适的环境里搬出 我现在给大家直播 就在一个非常小的潮汐的依据室里面 这个我的朋友们惊察莫名 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要感受一下 有生命力的感觉 我想要体验一些生活的狼狈 然后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 我其实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说真的一直没有这个环境 我这个是第一次直播啊 因为看到大家在这边有留言问问题 这个我好像还 好像有些东西被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一会儿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说 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发现呢 就是这个生命力这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说要硬伤的话 这一点真的是 就是你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 你没有去尝试着突破自己的一个这种 你说自己的下限 不叫下限吧 就是自己的一个舒适去也好 就很难去迸发那种说我一定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在这个问题上 至少我现在是在尝试着去突破 我也想看看那些青龙男之前都经历过什么 那当然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去达到他们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是有现在的这种希望的 亚南的这个父母啊 这个刚才也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值得说一说 就会喜欢什么样的儿媳 喜欢的儿媳 我觉得一定是要聪明能干的 而且还比较温顺 就是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好女人吧 因为父母这一辈其实很有可能也都是读书人 所以说 而且两代读书人的价值观 我觉得也可能是高度相似的 但对于我来讲呢 我真的是不喜欢傻白甜 因为你说让我去提供情绪价值 仅仅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是说实话是真的没有兴趣 我更喜欢是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做事情 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我希望我能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 而不是说我希望在他那里刷到什么样的存在感 所以这个可能和普通的很多的男人的那种 希望女人是一个小鸟依人的不太一样 但是呢 也非常的担心 就是如果女方太强了的话 大家知道亚男的话 可能连吵架都不太会 所以说我之前有的那个 我说那个条件很好的姑娘呢 就是哎呀 在我这真的是太做了 然后我就一直隐忍隐忍隐忍 然后到最后受不了了 然后最后就直接就分手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对 就是关系应该还是你有来有往嘛 那我之前的问题可能是太不会为自己争取了 就觉得我只要对你好啊 那你反过来也应该对我好 其实就是以几多人 但是呢 他的家庭环境可能没有我这么雅 所以说他也有那种就是零和游戏的冲动 就是反正我多剥削你一点 我就多赚一点 但是到最后呢 会发现真的是落不到好 所以亚男呢 我觉得不会跟你吵架 但是有一点他一旦判断不合适的话 分手是很决绝的 看得很清楚 然后关于亚男在婚恋上会不会听父母的 我觉得父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也不会有想象中的多么的尖锐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因为双方其实价值观本来就很像 然后如果父母反对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我会很认真的思考 但是呢 我觉得最后做决定的话 应该还是自己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真的是比那些顶级的富二代的家庭的孩子要幸运一些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状态呢 家里面都比较开明 所以说比较有自己的选择的余地 然后也因为跟家里面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说真的就是如果说父母强烈反对一个女孩 然后我非得看得上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说自己真的坚持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自己坚持的空间的 然后我看出来了 这个勤奋的西红柿啊 你好 那个坦诚一点说哈 就是如果说进入婚姻的话 我觉得最看重的肯定是家事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我很清楚就是我能有现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真的是 也真的是感谢投胎 就是你说我自己奋斗出来的这些呢 我觉得如果没有之前这样一个环境 其实也很困难 那第一个呢 我觉得是家事 然后第二个呢 就看这个雅南他自己的一个外在条件了 那对于我来讲呢 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真的对外表也很看重 对 这个是第二 然后再往后呢 我甚至觉得跟外表同样重要的就是情绪的稳定 因为我自己情绪就非常的稳定 就是别人说我什么呀 我觉得我都能很理性的看出来去探讨 所以之前遇到过很多的女朋友 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个时间久了 情绪稳定太 然后有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有自己 这个女孩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 你说工作也好 或者她值得投入的地方也好 因为雅南呢 他虽然说家里条件还不错 但是他现在的社会地位 更多的其实真的是靠他自己来维系住的 就是你看到的 有些在单位里面不学无术 只是当一个老好人那种 其实我觉得不能算雅南 他可能应该算是个二代 雅南的话 其实对自己本身的要求就很高 所以说反过来也会非常的尊重一个女孩子 如果她能有自己的一谈事情 而且她能通过这个事情获得别人的尊重 对 尊重这个词 我觉得今天我说了好几次 特别在意这一点 就是我很希望我以后的另一半是一个让我尊重的人 而不是说仅仅是带出去给我面子 或者在家伺候我 或者怎么样 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 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尊重他 这个自来卷同学 那个也会听爸妈的相亲安排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爸妈的相亲呢 对于家世的看重会显著的大于这个颜值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自己也是在爸妈的安排下相亲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爸妈的迷之审美啊 就是他可能因为他自己不需要跟这个这个人发生点什么 所以他完全不在意这个人的外表 那当然 但是你你去看这个人的履历 家世 然后甚至于说情绪啊什么的 应该都是没有的说的 但是呢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我外表应该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就对于爸妈推荐的这种呢 一般情况下都不太感冒 就是他们推荐来的肯定的其他条件都很好 但是这个外在一般情况下都弱一点 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给我推荐过来的 至少也都要看看照片什么的 但是基本上很少有到见面那一步的 所以就是这种见面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自己圈子里面的朋友推荐会更靠谱一些 比如说我之前说的这些朋友 基本上都是在大的这种 你说央企啊 金融机构啊 反正接触到的姑娘 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就其实真的 我真的觉得靠谱的姑娘比靠谱的男人多太多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样的话 机会应该也会更多一点吧 就是 也会接触到有很多的人 但是现在我觉得长辈推荐过来的 一般可能都不太接受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啊 这个Melody啊 我来解释一下 我对于生命力的理解啊 其实就是对于利益的态度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机会 能让我再上层楼 当然可能要让我整天熬夜 加班 然后出差 然后或者说我现在可以孤注一掷的去 比如说在股市里面 或者什么投资市场里面 搏一把 就是你对于那种增量的渴求有多大 刚才我说的张飞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猛男的那种概念啊 比如说就是啊 我为了生存下去 我要杀很多的人 或者说我要我要上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去 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张飞可能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张飞可能举的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啊 但是亚南呢就是对于利益没有那么的看重 因为真的就是已经有了很多了 然后觉得这个边际效应呢真的是递减的 你把自己凹凸了 然后你再上一层楼 你说我真的觉得我过得更好了吗 其实也不一定 非常非常感谢X先生今天晚上的分享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小时 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亚南有一个更加直观的 更加立体的这样的认识 其实今天我是还是有一点小震惊的 因为平时我会跟很多女生去聊到这样的亚南 然后我们对亚南呢是有一种认识的 但是今天X先生他从自己的角度说 哎呀他觉得自己是生命力欠缺 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不愿意承受这个过多的风险 以及对于利益的态度 以及对于女生的态度 这个让我觉得他们男人并不是不懂的 就像我们每天都在去分析男人 其实男人他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非常清楚的 并不是说在外表上看上去 欧洲人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难道没有自知吗 不是他们有这个自知 他们比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说得很好男人确实都是心里有数的 包括他刚才说的一点 嗯 养男喜欢大美女 但他们愿意接受的是有硬伤的大美女 因为如果没有硬伤的话 那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是hold不住的嘛 就这一点他们内心非常的有数 这一点是 嗯 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作为女生去分析出来 跟一个男人他自己说出来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男人他自己心里是知道 自己的上限在哪里 下限在哪里 这个是一清二楚的 啊 非常非常棒 啊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X先生 他能够以自己的这样的 呃 真人出现来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个特别不容易 以及他一开始的时候 我我我本身我还想受热一点 说啊 这只是一个一线程式的 呃 跟外面很好 没想到他那么的实诚 我真心觉得啊 就是好多人女生 可能在相亲的时候 遇到亚男会觉得 哎亚男怎么这么 呃 就是好像就难以接近嘛 但事实上我 我感觉亚男其实比起 更加老奸巨滑的 在商界摸爬滚打的男人来说 真的要实诚很多 呃 就就就就包括说 一开始他那种自我介绍 那么的实诚的话 这个是让我很吃惊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 嗯 稍微狡诈一点男人 他完全可以 不用说的那么的细了 就这也是说 亚男其实 相对来说还是单纯的 就是我我希望就是 就是不要拿着 嗯嗯 负面的有色眼镜去看 各种类型的男人 嗯 我觉得亚男真的是 比较OK的一种男性 当然前提是 呃 家事配得上 因为他也很诚实的说了 最好是门当部 户队的家境能够配得上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轻松 嗯 结尾还是照例放一下 我签量会员的二维码 之前九块九 大部分课在开课之后 都会涨到十九块九 这样的话 打包买还是比较划算的 另外 买了会员之后 可以拉到会员群里面 大家有什么更多的想留言的 都可以给我在微信里面留言 嗯 那今天就这样吧 晚安 期待我们下周的直播 下周其实是我特别特别 特别想做的一期直播 因为有讲到就是 一种会会拿女人资源的 会会或者是问女人借钱 或者讲这一种恶男 下一期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 呃 对比恶男 大家就知道亚男真的是好男人 嗯 嗯